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克拉克森的没有出席比赛的时候,他的时期分成了球队的最高分,在20分钟里面,科沃尔的表现能力极为出色,十投六种,其中三杯球七投四种。 观看这场比赛最大的感受就是科沃尔的三分真的太不讲理了,怎么投怎么游,回想起上个赛季张姆斯和科沃尔的配合。 即使两个人现在不在同一支队伍当中,依然非常怀念那个场景画面,科沃尔的投射能力可以说是骑士队阵阵阵中最为稳定的。 在上个赛季的季后赛中,其实队的许多射手都开始了疯狂打铁,只有科沃尔的投射依然稳定发挥,詹姆斯非常喜欢为科沃尔创造进攻机会,这是信任。 很显然,詹姆斯希望身边有那种接球揪头的能人,只可惜现在胡人队阵容中,缺少这样,三分能力稳定的球员。 只要看过胡人队,最近的季前赛的球迷朋友,一定会发现胡人队的三分出手次数非常少,同时队内也没有那种以三分能力著称的球员,都是属于神经刀类型的球员。 说起来,在修赛季的时候,一度有没几趁科沃尔会加盟胡人队,其实如果科沃尔真的来到胡人队的话,那么洛杉矶胡人队的实力,真的会提升很大一个档次,上个赛季骑士队的季后赛中,我们都知道是詹姆斯一个人在撑着,其实科沃尔在很多时候也帮助了詹姆斯分担压力。